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馆子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 以农为本兼工商 以农为本 就是我们国家是农业国 农业是基础 以农为本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那个秦国的法家商鞅 商军书里讲耕战 他讲两个字 一个是耕 一个是战 一个是武力准备统一中国 一个是种地打粮食 那么在这个管子里边 那个强调的思想 跟那个商鞅韩非有点不同 这个商军书 商鞅韩非子那个书里边 他都是极端反对工商业的 极端反对工商业 把这个工商业的叫做武毒 就是国家的毒虫 叫做法律应该承办的对象 这个就是禁决发展工商业 那秦国不一样 秦国因为他这个自然条件 他这个地理位置是在海边 有山有平原 他需要这个发展工商业 需要做生意 需要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移农为本 这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也是非常强调发展工商业 发展市场经济 这是他一个 这个很合理的思想 物本事末则负 有这么一个命题 物本就是重视农业 事末就是整顿这个工商业 发展工商业 这样国家才能负起来 农业工商业一气发展 一气飞 这样国家才能致富 这个讲过这样的话 管子讲过这样的话 这个市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十民 就是说这个市农工商 市是知识分子了 农是农民 工商业者 工是手工业者 商是商人 他说这四种职业的分工 是国之十民业 就是国家的基础 畜农必就田业 其实当农民的话 它跟土地结合 畜工必就官府 它是指的官方 官方办手工业 官方把各种手工业门类 都搞成作坊 前天后城 前面可以卖东西 后面可以工厂制作 这个官府官办手工业 有专门的地方 这个畜商必就市井 当商人一定要在市场上交易 所以认为这个市农工商 这四种职业分工 是国家的住室 这个农工商各业 都各有职务 各有知识 各尽其责 协调发展 共同来创造社会财富 这是这个官子的基本思想 首先说 治国之道 农为本 为什么要用农为本 这个 他里边这样讲原话 素就是粮食 王之本事业 是国家的这个基础 本事就是根本的事业 基础的事业 人主之大物 有人之徒 治国之道业 就是反正有人的地方 都应该重视这个 也是治国的根本道理 说农事盛 农业这个 兴旺了 那个如素多 就是国家粮苦 这个粮食就多了 如素多 这国负 这个苍林时在治理节 国家就富裕 田肯 这素多 就田地得到很好的 这个肯种 那个粮食就多 素多 这国负 素业这民之所归 这个粮食啊 是老百姓 这个心之所归 素业这财之所归 是老百姓的心之所归 也是这个财富的所归 也是地质所归 也是这个素多 在天下之物尽治也 就粮食多 可以交换嘛 那个天下所有的 这个物品我都有了 所以他有那个 很多的篇章啊 专门讲这个经济 它叫轻重篇 就是衡量国家的 这个货币啊 市场啊 这个贸易啊等等 开展多种经营 这样借助于这个 齐国这个地理优势 在海边 又有山有平原 这样 物产丰富 这样这个 把这个齐国振兴起来 这是说 这说农业为本啊 再说重视工商业 他说 拒着有市 凡是人群拒绝的地方 一定要有市场 这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 凡是老百姓住的地方 有小区的地方 一定要有超市嘛 有卖东西的地方 无市在民法业 就是没有市场交易 民众就匮乏 就没有用的东西啊 试着货值准业 就是市场呢 是把各种货物呢 把它平衡起来 试着可以治治乱 可以治多广 就是市场啊 我们通过市场 可以知道国家的治乱 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多广 为之有道 这个搞工商业呢 要有掌握规律 要有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这是很重视工商业 这是一条 还有一条讲 那个取民有度 就是这个国家呢 要从老百姓那里征税 这个从老百姓那里取东西 比如税收 要有限度 要有分寸 不能无限度的 原话是说 取民有度 用之则指 国虽小必安 取民无度 用之不指 国虽大必为 取民有度 这句话 可以说是放置斯海尔皆准 这个行之百事而不备的一个 哲学原则 是经济政治哲学的一个原则 可以说是普遍永久的 有理论 有历史 有现实价值的一个命题 那么有这个取民有度 还有就是开发要有度 就是开发 经济开发 要讲究不要过分 这个 比如说这个山里头 那个树木啊 这个草啊 那个湖泊里头的鱼啊 你要去这个这个 砍发 捕牢啊 要讲究度数 不能过分 反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 制定那个现实利用 这个林木啊 渔业资源那种政策 罚木 普列 要限定季节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 禁止为了眼前利益 烂罚烂捕 接着而渔 要保护林木渔业资源 这个繁育再生 不要遭受人为的破坏 这些思想 也是讲究分寸嘛 讲究不要过度 还有一个思想 就是那个天道人情两相过 天道是自然界的规律 人情是人世间的规律 两方面都要坚固 司马迁不是说要懂得天人之计吗 他说为国之本 那就是治理国家的这个根本的规律是这样子 就是得天之时而为经 就是我掌握了天时 我就知道了 这个掌握了天时季节 就知道这个经济发展的规律 经是那个大纲 得人之心而为记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的政策 能够得人心受人民拥护 那么是这个记也是规律的意思 记是那个一大捆丝的一个 把这个一捆丝记起来 这叫记 刚记我们说刚记 就是那个天道人心两方面 一个是经一个是记 也就是国家的治国的根本 关键 这个管子里头讲这样的话都是很好的 政治所兴在顺民心 就是我们现在说治国理政 治国理政那个你要是做得好 政治所兴在顺民心 就是看你这个治国理政行不行 就是看你这个是不是顺民心 是不是合乎民心 政治所废在你民心 就是你这个治国理政这个失败了 失败了就是你违反了民心 你就是违反 不合民心 不合民心 他说 低大国父 人重兵墙 这是霸王之本 他说 但是 要警惕 同时这是 跟伪王 伪林 就说你这个 低大国父 人重兵墙 当然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这个梦想 是吧 但是呢 你要小心啊 这个这个低大国父 人重兵墙 也容易失败 也容易遭到危难 容易容易国家灭亡 这就是说 要注意这个 对立面的转化 要小心谨慎 就是低大兵墙 这个也要 谦虚谨慎 也要搞好国际关系 跟邻居处好关系 他说天道之术 人心之变 就是天道的规律 人心的规律都要掌握 这根本规律是什么呢 他说天道之术 智则反 胜在衰 就是天道的 他这个总规律呢 就是智则反 智则反 就是无计逼反 就是发展到头 他一定会反转过来 兴盛到极点 一定会衰亡 他讲这个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 也是老子的辩证法 这个官子都发挥了 人心之变 和人心变化 有这样的规律 有余在交 他说交 譬如说骄傲诸侯 骄傲诸侯 诸侯就失掉诸侯的人心了 如果缓带的话 这个老百姓就乱了 在外边这个 失掉了诸侯的 这个支援拥护 在国内呢 又违反了民心 你这个就是 跟威王威林了 就是威王时候 要到来了 土地虽然大 但是不要去兼兵 不要去夺取别人 人数虽重 自己国家人口多 但是呢 不要缓带 不要骄傲自满 国家虽富 不是太 就是说 车事 跟那个享乐 不要纵欲 不要想干什么 干什么 兵遂强 不擎勿诸侯 动众用兵 要合乎正理 要正义 这样才能做霸王 才能够称霸诸侯 叫做 纠合诸侯一框天下 他有这样的原话 明主之官物也 就是聪明的君主啊 他这个 领导各方面的事业 要任其所长 不任其所短 这样的话就会成功 就会 就是事无不成功 功无不利 就会这个 建功立业了 说这样的话 民 就是老百姓 立志在来 老百姓啊 你给他 这个 让 做一些对他有利的事 他就会拥护你 害之则去 你做些事情 那个危害老百姓的利益 那老百姓就不拥护你 就会背叛你 所以民之从利 就是人民呢 老百姓呢 这个 服从你的这个 这个有利的政策 如水之走下 就像水往低处流 这个 这样这是个强制性的规律 欲来民之 也要想这个 这个收罗老百姓 让老百姓来拥护你 必先起起利 你一定要为他服务 你一定要对他 做一些有利的事情 你的政策对他有利 虽不招而民自知 就是你不召唤他 他也会自己过来 这个就是无知利的原则 就是无知利 是决定老百姓这个拥护 还是不拥护的一个原则 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与之为取 它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知与之为取 这政治保也 就是治国理政的这个宝贵的东西 宝贵的经验 就是与之为取 我给你就是为了取 就是给你本身就是取 他这样一个策略思想 这样一个命题 他是强调适应天道人情的规律 就是天道人情 他有客观规律 我要顺从 我要认知他 我要利用这个规律 是吧 这个同时也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就强调智慧 或者技巧的作用 不是说我就消极的适应自然 适应了天道人情就行了 而是要想办法去这个巧妙的利用自然规律 有这样的意思 他说万物之于人也 无私济也 无私缘也 就是万物对人都是一律平等的 并没有对谁特别近 对谁特别远 巧着有余而着着不足 就是智慧的人 巧妙的人 他这个智慧用不完 会有富裕 就是叫绰绰有余 叫做这个智慧用不完吧 而捉着不足 捉着就是愚笨的人 会处处碰壁 显得智慧不够 还有一句话 以罚治国 这个以罚治国 我们现在也说 这管子里头很明确 说这个以罚治国这个命题 然后他对这个法有个定义 说罚这天下之城市也 就是法律是天下的城市 就是规律 万事之仪表也 就是万事万物的仪表也是规律 法则规则 还有说法度这万民之仪表也 就是法律是万民的标准 法这天下之仪 就是是天下的一般规则 很强调这个按法办事 君臣上下贵贱 皆从法赐之为大治 就是君臣上下贵贱 不管什么人 大家都按法办事 这国家就得到大治 国家就得到治理 这是他的命题 这个另外一篇文章叫法法 法法这个字是两个法字 法法什么意思呢 就是法律的法 就是我对这个法律的这个哲学解释 叫法法 就是法之上的法 法律的法 法里头有法 这个法是我研究的对象 我研究的结果呢 是研究出法律的法则 这叫法法 也就是法律哲学 他里面讲到法着民之父母业 这个法的作用就像老百姓的父母一样 罚着天下的治道也 就是法呢 是反映天下最根本的规律 不明于法 而欲治 欲治民一众 就是想治理老百姓 不明确法律 就相当于 左手来写字 而右手呢 把这个字涂掉 不明于法 不明于法 然后就强调那个 一风一俗 让老百姓接受你的教育 那就相当于 早上坐车轮 早上刚刚坐一个车轮 晚上就就想乘车 就想这个车轮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车子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法律呢 是更根本的 还有呢 这个 有一篇文章叫七法 有七种法则 它是概括法律方面的范畴 它这个范畴就一个一个讲 它罗列了这个一级范畴多少个 二级范畴多少个 我手楼数有47个 就是把这个法律的范畴 分成一级的 二级的 第一层的 或下属第二层的 两级范畴 讲这个法律的范畴 这个范畴就是大概念嘛 就是最基本的概念 最重要的概念 比如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有一类范畴叫决赛 决色 决是 决是那个 这个开决 翻译成现在话叫开放吧 开放 塞是堵塞 绝是绝口 塞是堵塞 这个塞住 就是封闭吧 就是收拢吧 就开放或收拢 我翻译成开放或收拢 这一类范畴下面 它列了 列了六个 这个六个就是 鱼夺 就是我给你 我从你那里夺去 这个显义 就是危险或容易 就是 就是 利害 就是有利有害 难易 难易 开闭 开就是开门开放 闭是闭门 开闭就是开放或收拢吧 还有杀生 就是生杀 就是让老百姓生 这叫生嘛 这个这个犯罪了杀 这叫 这叫杀嘛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六个犯 六对犯罪 属于决赛 这总总括来说 就是开放收拢的意思 还有一类叫技术 技术可以说是计谋吧 计划 计谋 谋略 它列举了也有六个范畴 一个一个讲 刚柔 刚柔就是 刚就是刚强 刚硬 柔就是柔软 柔就是原则性 柔就是灵活性 轻重 大小 虚实 远近多少 这属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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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重量的方面 这就是讲技术 这个 这是 这个范畴啊 这个是讲 那个法律方面的 基本范畴 两级 两个级别 一共讲了47个 这是我的这个 我的统计 就是管子 它概括了这个 法则规律的 这个两级范畴 这是哲学问题吧 法哲学的范畴 这是中国古代 哲学这个 这个范畴的 这个总的概括 总的抽象 它有丰富的材料 里面举了例子 有讲的故事 也有理论 有应用 这个有 有现代意义 有科学价值 跟现代我们讲的 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是相融相通的 值得我们借鉴的 同时提出 法治这个范畴 不是我们说 以 这个遵守法治吗 这个在 这个管子里头 有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范畴 这是在中国 第一次提出 法治的范畴 法治就是 法律制度嘛 就是遵守法治嘛 这个治国 不能没有法治 是中国第一个 提出这个范畴的人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提出这个范畴的人 这个管子呢 有几篇文章 一组文章 发挥了管子 这样的思想 就是管子在辅佐齐桓公 是这个齐国 能够强盛到 作为中国的 春秋时代的第一霸主 九和诸侯一旷天下 就是靠管子这本书里面 讲的这些思想的指引指导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治国理政 从里头可以吸取智慧 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它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